各位好 那我们来看范例一 这一题呢 是一个很典型的算做工的题目 这个力也斜斜的去推这个物体 力乘上沿着力方向的位移 就是做工 或是说就是力和位移要做内积 向量内积 力乘上位移 两个方向有平行的部分 那乘起来就是做工 所以今天它有20牛顿的推力 20牛顿的推力 然后呢 它并没有告诉我们移动几公尺 并没有告诉我们移动几公尺 但是呢 它有给我们时间 给我们时间 所以我们要自己算出 它前进几公尺 好那首先呢 我们先把这一张图稍微复制一下 好了 好那复制的这张图呢 就是为了要做受力分析 这个这个我们力量斜斜的推 我们可以预期它应该就是会 会往前进嘛 会往前进 那所以呢 它的位移方向跟力的方向 应该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要算做工 我们只能找 跟力方向相同的位移 或是跟位移方向相同的力 所以我们要分解我们的力哦 我们把力分解成 水平分量跟千值分量 水平分量 水平分量Fx 和千值分量Fy 那 题目有给一个角度37度 所以根据我们的三角函数 或直角三角形的关系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个Fx就是多少 就是20乘上五分之四 20乘上五分之四 16 就是16牛顿 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20乘上五分之三哦 12 对吧 20 对 就是12 好 那 我们的答案 就是用10 推力 它问题是推力做的工 所以 我们的答案应该会是用16 去乘上位移哦 可是现在位移不知道啊 位移题目没有给 如果题目有给位移 我们就直接算了 那所以我们要先求位移哦 先求位移S 才可以算做工 那题目有说呢 时间经过两秒 那我们可以用等加速度运动公式 来算 它是从静止开始滑动 所以 等加速运动公式 B0t 加2分之1at平方 那今天呢 出速是0 因为起初状态是静止状态 所以我们要算的其实是 2分之1at平方而已 然后A又等 时间要等2秒 时间等2秒 所以其实我们要求出A 求出A 求出加速度A 那就可以再求出S 位移S 位移S 再乘上我们的水平分力 就会是答案 可是这个A要先求出来 才可以求出S 那怎么求出A呢 回顾牛顿第二运动电律 由牛顿第二运动电律 F等于NA 造成加速度 就可以去算 这个A 合力会造成 质量乘上加速度 那题目有没有给质量呢 有啊 他说质量是4公斤 所以这个M 小M是4 小M是4 那合力呢 合力是不是只有Fx 水平方向的合力只有它吗 不是哦 今天他还有给一个 近摩擦系数 动摩擦系数 动摩擦系数 所以代表什么 他代表我们要求 要找摩擦力 要找摩擦力 把这个稍微移动一下位置 要找出他的摩擦力 所以实际上呢 他是有一个摩擦力的 它是有一个摩擦力在的哦 动摩擦力FK哦 那所以我们要回顾一下动摩擦力公式 动摩擦力跟正向力有关 还有动摩擦系数有关 那这个动摩擦系数今天是多少呢 今天就是0.2 那这个正向力是多少呢 正向力就是我们的这两个接触面哦 它们之间互相挤压的力 要垂直的垂直挤压的力哦 那今天这个垂直挤压的力 有一个力是向下12 向下12 这个斜斜的推力 它有向下压12 压在这个物体上 可是不要忘记物体本身 它有没有受地心引力呢 它有受地心引力 所以除了 除了向下压12的力之外 还有地心引力 mg mg哦 所以这个n呢 就要考虑 这个n呢 这个正向力呢 就要考虑 同时考虑向下的12扭盾 还有向下的重力 这样子压在这个地板上 所以n其实是等于 mg哦 再加上fy 那fy是12啦 mg是多少 4公斤乘以重力加速度10哦 所以n的话就是52 所以n是52的话呢 fk就是多少呢 26 就是26 好 那所以最后你就可以找出合力了 合力它不是只有水平分力这个fx 不是只有fx而已 不是只有fx而已 它是有 有 受到fx 没错 可是呢 还要往左 加上往左的 动摩差力 所以变成说16 那再加上负的20 咦 怎么会是26 我算错了 算错了 抱歉 这个地方不是除以2 是 是除以5啊 所以是1.04 1.04 10.4 10.4 10.4 但是乘以5才是52啊 这个 这个 n是52嘛 所以变16 减掉52 不是减52 减10.4 然后会等于 质量乘加速度 重量乘加速度 16.4 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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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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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的位移 位移s就是1 2 x 1.4 乘以2的平方 也就是2.8公尺 所以最后我们的这个做工 就会是fx乘上2.8 所以最后就是16乘以2.8 那就会是44.8交2 好那所以这一题的答案就是b 就是b44.8交2 有一点复杂 但其实就是要复习一下 复习一下等加速运动公式 从时间和加速度去算我们的位移 可是加速度要从哪里算呢? 要从合力来算加速度 因为牛顿他说合力会造成加速度 这个 那合力要怎么办呢? 合力今天呢就要考虑摩擦力 因为他今天有这个动摩擦系数 所以考虑了摩擦力之后呢 动摩擦力又要考虑到 动摩擦力它跟挤压有关 两个物体之间如果挤压的 挤压的越紧密 越用力 动摩擦力就越大 所以就要考虑这个正向力 所以要考虑正向力的话呢 我们就需要考虑向下的 推力的千值分量 还有物体本身的重量 这两个加起来才会是物体跟地面互相挤压的正向力 所以透过这样的结果我们算出了正向力 然后算出正向力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算出摩擦力 那算出摩擦力之后呢 我们再跟我们的水平分力呢 做合力 合力就会造成加速度 加速度就是1.4 加速度是1.4之后呢 时间也知道了 就可以从等加速运动公式算出 位移 那最后呢 我们要算的是做工 力乘上位移是做工 所以这样得到这个答案 谢谢